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削好铅笔 我不行 是 现在所有东西都要收进去了 怎么了 我铅笔还没削完 现在我不需要你削铅笔 你先收进去 否则我把你这个东西也收了 赶快 这本书可能要变成我的了 它的 那你还想不想要 那不是我的 这是谁的书 这是夏氏里的 我老师说话 你为什么要削两边呢 变成我的了 不是 我不是这样的 你没看到我 可是我现在没有让你来削铅笔 随便 他说随便 那这个时候呢 就想着 你不能直接跟他硬着干 像这样的性格的孩子 你跟他对着看 他会跟你硬着来 我就送给 送给我的宝宝了 如果你还 我还不用 我宝宝不用 我以后用 放手进去 不能动了好不好 好 你给保证不能动了 好 好 那孟老师给你放 你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吗 我们下课在校 好不好 好 不能下座位 不能下座位 我现在不说 好 你加这个卷铁刀和香皮茶 还有我们去看 现在桌子上已经没有东西的小组是 第一小组 好 我来检查 这一次孟老师要表扬徐家凯 你们所有小朋友看看 徐家凯被听得特别直 太棒了 我给你们第一小组 因为徐家凯的坐姿 奖励里一个绿色的滑板 第三小组 太棒了 很好 牛仔 第四小组 好了 第四小组 你去哪里了 去这个了 好的 你赶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你看你们第四小组 做得特别棒 看看你能不能为你们这一组争光 孟老师到时候还要选出每一组的小组长 我看看谁的背挺的 老师 你看我的铅笔了 嗯 我现在只看哪个小朋友的背挺的最直 老师你看我的铅笔 可能就是自己可能还没有完全适应小学生的生活 习惯了在家里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还没有建立这样的规则 你是想给我吗 不是 不想给我就收起来 不是我想看 我想要 你可以下课给我看好不好 我想下课看 这双子蝶 两次都有 好 不错 表扬黄语伯 表扬邓叶欣 表扬呈诗诗 第六小组 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花瓣 一点都不大 好 我们来玩一个不能上嘴啊 切水果的游戏 我们玩完这个游戏 我们就下课好不好 这还是 这不是游戏 这鸽糖 我都玩不生气了 我都玩不生气了 老师我有个疑问 在一会儿下课说 现在讲 是关于这个游戏的疑问 在一会儿 老师 我觉得李浩玉还是能够接受的 其实说可能会出现很多这样的状况 慢慢来 慢慢来吧 投证 深植 过三兆 5 1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